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总统拜登在推特上发文 指责美国55家最大的公司去年缴拉的税为零 誓言要让这些企业缴拉更多的税 那指今天领跌大盘 但我个人认为无需太过担心 一是美股今年涨幅巨大 并且在历史高位 小幅健康的回调 对股市下一步去创新高也是一个好事 另外一个就是大盘的反向指标UVXY 今天并没有因大盘的下跌而上涨 可见市场还是在一个合理的区间里调整 今天我来重点讲一下SPCE 维征银河这只股票 在上周五爆出了FAA下令禁飞 Space飞船的重大利空消息后 维征银河这只股票 这两天不跌反涨 在大盘总体下跌的情况下 尤其反常 释出反常必有妖 我们就来看看维征银河 到底在搞什么飞机 通过查看Yahoo Finance的数据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 维征银河 这个由他的这几天的股价成交量 上周五的时候 维征银河收盘价收在 这里24块2毛8 本周二股价低开高走 收盘收在24块6毛1 今天股价更是高开高走 最高上涨6% 收盘价收在25块4毛5 上涨3.41% 那么维征银河的股票 为什么不跌反涨呢 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我们来一个一个介绍一下 第一 利空出境 从7月11号 公司首发成功后 历经了蒸发股票 创始人大幅抛售套现 直到FIA下令禁非 公司的股价已经腰斩 从50.75跌到本周五的24块2毛8 短期内跌幅巨大 第二 华尔街联手维征公司操纵股价 在三周五放出利空消息后 经过三天长周末的发酵 让散户新生恐惧 卖在最低点 然后再顺势拉抬股价 华尔街的分析师Charles 今天就跳出来站台 说FIA的调查将很快结束 并且预期维征公司 可以在一个月付飞 第三 太空旅行本身就是一个 具有无尽的想象空间 和高度炒作的题材 未来如果能够顺利实现 商业利益巨大 第四 我们通过图形来分析 这是SPCE维征银河的 趋势图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 最低点 每次公司的股价 在24块左右的附近 都一个强大的支撑 可以看到在这里 这里 这里 每次 只要不跌破支撑 股价就会反弹向上 第五 公司有一批坚定的投资者 这些散户坚信公司的发展 并相信自己今天的投资 终将带来丰厚的回报 用一句话就是 纵使掠我千百遍 始终爱你如初念 今天 我仔细地观察了 SPCE的走势 维征银河的股价在开盘后 就一路拉伸 再涨到25块6左右 有一波下沙 把股价打到了24块9毛6左右 然后又开始拉伸 缓慢上涨 在再一次突破25块6后 就快速拉伸到26 然后在25块6到25块9之间 仿佛震荡 临近收盘时又有一波下沙 最终股价收在25块4毛5 不管怎么说 在重大的利空 和大盘整体向下的情况下 能够连续两天 利势上涨 还是给了我们一个 后市积极向上的信号 华尔街就是这样 散户都看好的时候 股价就见顶了 散户都恐惧卖出时 股价又是底部 开始反弹 我个人始终认为市场永远是对的 既然市场选择了向上 那我们就跟着市场的趋势走好了 最后 祝朋友们交易顺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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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